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Ken Lee,李建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种修补、修污点工具的综合运用 Photoshop有很强大的修图工具 可以让我们修补或者去掉有瑕疵的地方 让我们的照片更简洁、更完美 每个工具有各自的好处与不足 当我们熟练掌握这些工具 我们修图就得心应手了 这些印章工具其实就是用来复制图案 我们可以用印章工具 可以复制一个或者多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出来 那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取样 按住那个Opto或者那个Option 然后提取那个文样 然后我们在需要复制的地方 涂抹 这样我们可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这个修复画壁工具跟5点修复画壁工具的区别是在于 你需要选取替补的那个文样 我通常都会用来修补那个皮肤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按Auto或者那个Option 去点取旁边的那个皮肤 然后涂抹 它就会帮你修掉 你需要修掉的那个5点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都可以修掉 然后就是 都可以修掉 这个工具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提取 它旁边的那个皮肤 然后修出来就很自然 当然了 那个 5点修复画壁工具 它就是Photoshop帮你挑 那个 替补那个图案 好 好了 这样就 就算了 看来 大部分 用处理 水 装 鱼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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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修补工具 是叫填充 那我们看到这个壁类针是相当不好看 那我们首先选择那个套手工具 是一个多边形套手工具 这个工具语化这里要选择1 这个工具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一点点去控制它那个方向 比较精准的去把它套算起来 这个套算之后 我们要在这个选择里面 然后按右键选择填充 记住是内容识别 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FollowShot就会自动帮你修补好 而且那个非常完美 一点那个破绽都没有很自然 那我们来试一下去掉这个项链 第一步用这个印章工具 先取样 然后涂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很不好 那我们就去用选择这个修补工具 修补工具先衣补不来 把这个淘下来 然后拉到干净的区域 这个时候看上去好像还可以 但是呢有点乖乖的 虽然它那个修补出来 这个皮肤还很自然 但是它那个皮肤那个凹凸感就没了 所以我们也去用不能用这个 好 那就用这个修补画别工具 这个还是要取样 按照Option 我叫Octo 取样 然后涂抹 那可以看到 效果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就去用 最后选用5点修补画别工具 直接涂抹 好 效果还是挺好 挺不错的 然后有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来转修复画别工具 就第二个 然后取样 用旁边的皮肤再修补一下 就两个工具要交替来用一下 这样皮肤修出来会更自然 然后再转那个5点修复工具 好了 这个非常好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懂得用哪一个工具 或者要怎么样去交叉 运用这个工具 这样出来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最后讲一下原像的修5点 那我们看到这个模特身上还是蛮多板点的 那我们要去掉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 先用那个磨皮 插件 先简单的磨皮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去掉了很多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5点修复画别工具 然后选择小一点的圈圈 好了 这样就处理好了整个皮肤就很细滑 效果非常好了 那我们用这张照片来示范一下 各种修复工具的综合运用 那我们要需要把这两个人要去掉 那该使用哪个工具呢 首先我们先试一下 第一个5点修复画别工具 然后直接涂抹 那这个时候发现出来的效果还不太理想 那让我们可以再涂抹几次 第二次好一点了 那这个时候大概出来的效果算是比较好了 这个时候那这个空白的地方呢 就显得有点不太不太协调 就跟周周边的环境不太协调 这个时候无论你怎么涂抹 它都覆盖不了的 我就需要损用这个印章工具 这印章工具的就是 我要按住这个auto或者那个option 然后选取旁边这个 然后呢一点点去把旁边那些草地先修补一下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可以还原 就是跟周边的环境就融合在一起 还有这边拿旁边的那个树叶用印章工具 去把它修补一下 这个时候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然后我们试一下用第二个修补画笔工具 这个呢就是要需要我们也是按住auto 或者那个option 然后点取旁边你需要的这个样本 然后涂抹 出来的效果 看来就是不太理想 那我们就要去用 然后我们选择修补工具 修补工具就是先把这个 先套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拖拉到干净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修补出来的效果呢 还是不太理想 那我们就直接去用 那我们就用 试一下用这个填充 在中间区域 选择填充 确定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出来的效果也相当不错 大概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好了 那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印章工具 把旁边这个一些那个文样填补一下 让它更既然跟旁边融合一起 好 这里也需要拿那个旁边那个叶子去修补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用那个填充 也很好的很容易的去处理掉 我们再用一张比较复杂一点的照片来示范一下 怎样综合运用各种修补工具 那有时候我们拍照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好的人物 那我们怎么去把它去掉呢 我们先试一下污点修复画壁工具 直接再涂抹 看看效果怎么样 它大概会去掉大部分都修复得很好 这些可以重新再涂抹一下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们用一下修复工具 我们用一下修复工具 修复工具就先套起来 再拖拉找一个可以填补它的去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填充出来那个效果确认也还是蛮大的 那我们就取消不用 然后我们试一下用这个填充 那这个填充出来的效果 效果也蛮不错的 这个时候 灯柱我们可以试一下 先把这个掏出来 要选择填充 要选择填充 我们先看看它的效果 它Photoshop帮我们修复的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我们用选择那个修污点工具 把一些效果不太好的东西 这污点可以去掉 好了 这样的话呢 那就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那个污点都修掉的话 那整个画面就会干净 好看多了 我们再用一张比较复杂的多杂乱东西的图片来示范一下 各种修污点工具那个不同的功能 那我们先来看看啊 修掉这里 我们可以用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然后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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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 Photoshop就会激动帮你修好了 那么 那么 这里呢 那也可以 运用这个修补工具 然后 它有一个圈 去按 然后往这边拉 可以帮我们修好了 好 好 这个 这是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个 耗手工具 先把这个 掏起来 然后按 右键 选择填充 它也帮我们去掉了 这条铁链 我们可以试一下用5点修画笔 甚至小一点的小圈 Photoshop也帮我们修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用这个修补工具 先把它掏起来 落到旁边 这里还不行 那还继续 再 落一些 这还有一点点 好了 这个也修好了 这个也修好了 好 这个时候 这个就 比较 麻烦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它还是有一点点 不太自然的 然后我们用 印章工具 选择旁边 那些颜色 好 这样修出来 边缘线 就非常自然 好 然后 这个时候用多边形 套塑工具 然后把这个很精准的套出来 然后我们试一下填充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 发现填充这个功能是不行 那我们恢复 用这个修补工具 修补工具 一拉 看到 效果也是不行 效果也是不行 那我们就要用 印章工具 印章工具 可以选择 成全大一点 然后呢 按住 Opto 点选外面这个 颜色 然后 用印章工具 去修补 这样出来的效果 这样出来的效果就好很多了 这样出来的效果就好很多了 接着还有一点点 好 我们刚才试用了那个填充 填充还是效果不好 用了那个修补工具 修补工具 也不太理想 所以我们最后用了印章工具 去把它修 所以有时候不是一个工具 可以万能 你要综合运用才行 特别是就是 要边缘 比较 精细一点的 我们要 视野填充 好 这个可以了 填充 这样 这个也 又不行 那我们就用印章工具 用 按住 Option Auto 然后点选 旁边的颜色 去把它修好 好 这里也可以 也一样 用印章工具 去把它修补 修补 好 这样一张照片修出来 就非常干净 没有其他杂乱的东西了 佛陀说呢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修图很好的工具 希望大家呢 就都好好去 学会这几个修图的工具 就是就是 很多人以为我们修图就是造假 这不是造假 就是我们要把照片变得更简洁更完美 这就是摄影是一个艺术 我们是追求完美的艺术 不要就是害怕这个操作很困难 其实非常简单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多练 你不多练 你是掌握不了这些工具 你不多练 你就不会很快很快就做出来 你熟练了之后 你就会很快 像我这样修一张照片 很快就一两分钟马上就修出来了 所以就这个修图不是一个很困难很难的事情 其实是很轻松 而且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你修完一张照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 会长提醒我布置作业 请大家修两张照片 最好修复杂一点的 综合运用各种修复修补工具 修好的照片与圆图照片一起发到这里 有个比较 我会帮大家看看 如果有修图上的问题可以问我 上传照片的时间是2月5日 截稿时间是2月5日晚上凌晨一点